在苏花公路120K附近靠海的社区 是汉人聚集的苏澳镇东澳里 在东澳里对面 中央山脉前方的村落 这里是隶属南澳乡的东岳村 也就是东澳 人口数大约600人左右 其中八成以上是泰亚族人 泰亚族市居山林 传统生活形态以狩猎耕种为主 从来都不是靠海为生的族群 然而东澳却以飞鱼作为村落入口的意向 这里的泰亚族也以飞鱼作为部落特色 附近的村落甚至以日语的飞鱼 特别友来称呼东澳的泰亚族人 那我们这边部落为什么被称为特别友 是因为我们这边部落很特别 是因为我们是泰亚族靠近海边最近的 那泰亚族来讲 其实大家都是上山手猎 都是一样都一样 可是唯一特别是我们部落是靠近海边 所以我们在二三十年前 其实这些老一辈的人 他们都会跟汉人交换礼物 就是用我们山上的一些产物 像比方说我们的山产 跟那个什么汉人交换 他们的鱼货来交换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些鱼货 所以他们一看到我们部落 就是叫我们的特别友 特别友的名字其实外来也是 是那个飞鱼 那真正的泰亚主义我是不知道啦 飞鱼本来它的名称是我们以前的 我们老一辈的 什么运动会就是我们冬奥最会跳 我们冬奥村的人那个老一辈的 张岸跳来什么都是很会跳 以前只是说飞鱼会经过我们这里 所以其他地方都叫我们 叫我们这边的孩子说 啊这特别友 他不讲你是冬奥村的 特别友来的 我们这边的孩子以前都被叫特别友就对了 生活里从未接触渔业的东奥泰亚族人 就近以地利之变 接纳其他族群的生活元素 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这种不均逆固有框架的变通能力 也展现在日常生活的语言 对语言学家来说 冬奥村民的日常话语是相当珍贵的研究资料 日本大阪大学的甄田信志教授 和他的学生 国立东华大学的简阅甄老师 他们正是为了这项田野工作来到了冬奥 我们在这一项田野工作来到了冬奥 字幕组织 冬奥村民的游戏 跟他的冬奥村民要努力 这个冬奥村民的游戏 这个冬奥村民的游戏 我们在这一项田野工作去 好 来 我们看看那边的游戏 我们还有这一项田野工作的移民 还有这一项田教授 好 您好 冬奥老人与中年人口中的话语并非传统的泰雅族语 而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语言 这种日语以及泰雅族语混合之后所形成的语言 当地居民称它为Tango no Hanashi或Tango no Ki 意思是冬奥的语言 语言学家则将它命名为宜兰克里奥尔 所谓的克里奥尔就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接触之后 有可能产生几种类型的状况 其中有一种就是新语言的诞生 那如果这个新语言大人小孩都使用 也就是说当它成为一个族群的第一语言或母语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为克里奥尔 特に16世紀以后 ヨーロッパは世界中で植民地を広げますよね ですからヨーロッパの言葉が各地の原住民と結びついた 様々なクレオールが世界中あります 世界中で100以上ある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長久以来在世界各地 克里奥尔被认为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语言 倍速其事 可是随着社会语言学跟接触语言学的发展 学界慢慢认知到克里奥尔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会产生语言变化 只是语言变化的速度非常的慢 可是克里奥尔的语言变化速度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的剧烈 然后他所遍及的这个范围是整个语言的结构 而且他形成的历史距今不远 是我们探讨人类的语言学的语言普遍性 还有语言变化时一个非常珍贵的语言资料 那宜兰克里奥尔的研究 其实也是记录我们台湾的这个语言接触的一个历史 是我们族人语言生活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录 在台湾 宜兰克里奥尔的使用区域分布在 宜兰县大同乡的韩西村 南澳乡的冬月村 金阳村博爱路 以及奥花村等四个部落 这四个村落的总人口数大约有三千多人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 日本当局为了取得山林资源和管理上的便利 将原本居住在深山的原住民部落 强制迁移到平地或浅山地区 这四个村落就是在这种时空背景下 并且形成了由塞德克族人和泰亚族人混居而形成的新部落 其中的冬月村也就是冬奥 它是在一百多年前的1913年 迁移下山来到这里定居的泰亚族聚落 我们是从南无带山的旧武打旧武打 旧武打村对面的山 从那个山牵下来是因为被日本人强迫性地牵下来 这个强迫性有一个温柔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看到我们那个山山的生活非常痛苦 路让它牵下来继续给它教育的话 生活中会慢慢改变 身为一个台湾人研究日治时期 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之后 所遗留下来这样的一个语言现象 心里面一方面是觉得有历史的沉重 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台湾的很多人不想要面对的历史 我们就去忽略这个语言现象 正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应该要记录这个语言 记录这些族人这么的勇敢 这么的有智慧地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然后非常有智慧地将自己的族语 用不一样的方式保留下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有完整系统 非常充满智慧的一个语言 东亿部落过去都是太阳族人 我们族人刚刚建下来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部落定名为义游 义游就是义游的意思了 为什么叫义游呢 就是因为我们山中很多的真鬼的草药 就是进行精献炎 这个草药特别的很多 所以义游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了 然后在日吉时代 在日吉时代把它称为冬奥社 冬奥社 然后一直到民国35年 国民政府把它改成冬月村 根据文献调查跟我们的田野调查 旧部落因为这样就被迫 增赛令族了新部落 在这个新的部落里有泰雅族人跟赛德克族人 共同居住 那我们知道泰雅语跟赛德克语是无法沟通的 生活在同一个部落里的族人为了要沟通 便开始使用日语 那这个日语是因为部落成立之后 日本当局成立了所谓的教育所 所以族人从这个教育所学了一些日语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族语 就进行这个彼此的这种沟通 那大人之间使用这个语言沟通 之后也使用这个语言跟孩子们对话 那母语使用者的产生 就让这个语言发展成为一种特别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 冬奥设有日本语教育所 孩童接受日本教育 部落居民学习日语以及生活礼仪 而且被禁止完面 妇女也不再学习织布 传统的泰雅族文化因此中断消失 曾经文件会在推动整个社区营造的时候 他就问我们说 你的部落的特色是什么 这句话我都觉得我都讲不出来 我都觉得我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怎么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动员台湾原住民参与战事 冬奥也像其他原住民部落一般 男性族人先后加入高沙义勇队为日本政府效命 我已经懂事了 那时候已经读到二年级了 甚至我的岳父 年纪那么大了 也去啊 好多连我哥哥 连堂哥 叔叔 他们都去 一批就不下10个人 第二批就10个人 再上10个人 一直连了大概是六七年嘛 但是台湾关乎世界大战 其实有回来的 大概还不到一半吧 目前冬奥的年长者几乎都是女性 她们大多在年轻时守广 独自一人抚养子女成人 并且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些长辈会说传统泰雅语 但是她们的子女 几乎都不会传统泰雅语 她们只知晓宜兰的克里奥尔 以及华语 因此对她们而言 冬奥的地方话是无可取代 是她们日常生活里最熟悉的话语 反正从家门一出门 就碰到我们的族人 都是讲地方话 除非她是年纪小小的 可能她听不懂 我们用故意讲 几乎我这样的年龄的上下 都是用地方话来讲 动画话就是用日文跟泰雅语 混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语言 那我们的习惯都是用这样的话 然后除非有一些几个单字 讲不出来就还是用国语去讲 那我们跟孩子讲话都是用国语 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讲泰雅语 所以一直都是用国语讲话 对孩子在学校学母语 学泰雅语 回到家也找不到人可以对话 除非单字几个我们可以讲 可是其他的没办法完整 你还要说 我说是用国语的东西 一般 克里奥尔含有大量的日语和泰雅语的成分 可是日语使用者或是泰雅语使用者都听不懂这个语言 因为宜兰克里奥尔是日语跟泰雅语经过重构之后所形成的新语言 宜兰克里奥尔的语音音韵基本上跟泰雅语是一样的 在词汇方面则有大量的来自日语的单词 不过这些词汇它的语意跟日语大不相同 我们可以说宜兰克里奥尔是我们族人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日语还有泰雅语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合理性这样的语言变化的这种通责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新语言 中奥的孩童在学校母语课学习的是传统泰雅族语 平常仍以华语为主要沟通语言 他们不懂东奥的地方话也缺乏学习动力 其他三个使用宜兰克里奥尔的村子也面临相同的状况 大同乡的韩西村民曾经争取成立韩西泰雅语 也就是宜兰克里奥尔 但是原住民语言认证已经在2011年排除了宜兰克里奥尔 因此这种语言对冬奥孩童已经没有学习的诱因了 你不是泰雅族人吗 为什么你会讲这个跟我们泰雅是不一样的话 你看要去高中还要母语认证还什么的 我们还是不会讲 为了要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 他必须要去学母语 变成是强迫式的 可是跟他们平常在讲话其实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矛盾 到底要是保存还是要选母语 这个是我矛盾 现在变成是国语才是我们在说话的一个方式 冬奥村民对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困惑 并不是单一特例 在其他存有克里奥尔语言的国家里 也有相似的混淆 以及让人迷惑的文化处境 只是随着各国情势不同 每个国家的克里奥尔也有各自不同发展的命运 在国内的国家都尔也有很多 在今日的台湾 尽管政府当局不认可伊兰克里奥尔 目前的大环境也不利这种语言的推广 但是冬奥仍有部分居民 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一语言 只是有人认同 有人不以为然 还有些只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看法 我还是能够说就尽量说 小孩子是没办法 小孩子你跟他讲三地话他也听不懂 你一定要跟他讲国语 因为老人家讲那个传统话我们听不懂 现在我们讲中话话给孩子听他们也听不懂 现在就要听国语了 几乎跟我们在队谈都用中文 他们打吵架的时候才会讲原住民的话 就是要做孝道啊 其中语言也是一样 就是尽量他听得懂这样 这里话就是快点啊 快点就还要付 那我们原住民快点后怎么讲 我也忘记了 可能孩子也可能不想学吧 那听一听他也不常用 才会慢慢退化 我认识的语言也是一种语言 我认识的语言也是一种语言 但是但是这种语言也是一种语言 所以他说也会变成了 那一种语言的语言 一定是弱了 所以我认识的想法 在这里 在那种语言 所以我们想尽量 我认识的语言 每的朋友都可以 經過一整天的烘烤 飛魚已經成為可以包裝銷售的冬奧地方美食 在台灣的泰雅族聚落中 冬奧是唯一靠海的部落 外在的政治因素讓冬奧中斷了自身傳統文化和語言 卻也因此讓他們不受限於傳統的牽制和束縛 飛魚對冬奧的泰雅族人是如此 為因應當年環境而生成的宜蘭克利奧爾 更是如此 之一次 感谢观看